謝謝蔡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 國際慈善機構是哪一家? 國際計劃兒童發展協會 是其中之一國 今天我們請來這方面的代表 香港分會事務傳訊總監 徐穩儀小姐上來和大家一起聊聊 你好,歡迎徐小姐 你好 不如跟大家說說 這間慈善機構是一家什麼慈善機構? 其實我們的國際計劃 是一家國際慈善機構 在1937年已經成立 總部在英國 到今年已經有72年的歷史 我們的服務對象 是一些貧困國家的小孩 和青少年 服務範疇除了教育方面 也在醫療、衛生和生計方面 作出一個改善 希望對整個社區 都可以作出持續發展 另外,因為我們看回一些數據 其實現在全世界 超過一億的小孩 都不能讀書 我們希望通過每月在養兒童計劃 可以幫助這些小孩上學 以及跟他們脫離貧困 我知道接下來 會在香港開辦事處 第一個活動就是尋人行動 可以跟大家說說嗎? 對,我們有一個名稱的活動 叫做五十年亡不了的活動 我們主要是50年前 即是1959年 國際計劃的前身 國際培養會 在香港曾經成立的支援辦事處 當年也幫助了超過一萬個小孩 和他們的家庭 現在我們也想找回這群受惠兒童 以及當年的社工 希望分享他們的故事 將愛心和善心延續給下一代 其實怎麼可以聯絡你們呢? 對,我們香港辦公室的查詢熱線 就是3405-5300 或者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聯絡我們 其實你以為 以前50年代的香港是怎樣的呢? 當年的香港 因為經濟還沒起飛,都很貧困 而且有很多難民 所以居住的環境比較擠迫 而且衛生條件也不太好 所以當年的服務對象 都是一些貧困家庭的小孩 以及一些難民 例如我們有辦一些英文的補習班 醫療的檢查 而每年我們都會 籌辦一些聖誕派對給小孩 而我們送給他們的聖誕禮物 可能現今的小孩不會想像到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很生活 很必須的用品 例如一些山庫鞋物、文具 以至一些茶包、橡筋 另外,其實除了小孩之外 我們成年人也有安排就業輔導給他們 幫助他們找工作的提示 現在香港就富裕了很多 其實在香港設辦辦事署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設辦這個籌款辦事署 我們會在七月正式運作 我們會有個每月助養的計劃 希望透過籌款 去幫助一些中國和亞洲地區的 兒童發展計劃 因為其實看回香港這幾十年 香港人其實是非常慷慨 而且是有善心的 無論是南亞、海嘯 或者去年剛發生的大地震 四川大地震 我們的籌款金額 都在世界上數一數二 雖然現在經濟不太好 但我們始終對香港人很有信心 我希望他們也想幫助一些 更加需要幫助的人士 明白了,今天真的謝謝徐小姐 廣告回來有更多精彩節目 別走開了